前面五局的話 事實上兩位先發投手都有一些不穩定 那第一局是林柏佑出現了一些亂流 在第一局是被打了三次安打掉兩分 主要的原因由補翼還有他的爆頭造成了一個傷害 那林英傑在第一局有兩分的打點 在第二局的時候 林英傑被中心打著林鴻鈺打安打 蒙德拉的二雷安打 同時因為遊擊手林偉恩的傳球的一個失誤 造成來到三壘 中城右的一個中外的一個杯酒 所以這一局也搶回兩分 那形成二比二 不過這個過程當中 蒙德拉打擊的時候 高國會受傷 那後續在第四局 南平國得一分 第五局下半也得一大得一分 形成三比三的一個情況 現在考驗是中繼投手誰穩定 然後打擊能夠抓到比較好的串聯的話 贏球的機會就會高一點 對 對 感谢观看